話說上次跟大家介紹Cram Plaza的餡茶後,大家都覺得好介紹 今次試試他們的中彩,這間魚寶軒大有來頭 尖沙咀的魚寶軒是有米芝蓮一聲推介的 所以趁這個機會,帶大家看看這間中彩,看看有沒有尖沙咀的水準 進來可以看到環境非常清幽,非常舒服 桌子和桌子之間亦有足距離,不過試影竟然訂了桌子 沒有我的記錄,幸好他也懂得補貨 給我一個這麼大張的沙發,挺舒服的 其實他們有一個萬次的套餐,每位六至七百元,有海參,有刺 但我朋友說不如叫一些散餐,可能便宜點,便宜點,便宜點 第一道菜是南角碧綠桂花旁,碧綠是西近,不用多介紹 至於南角碧綠,挺大粒,挺好適合,而且挺香厚,爆香 不過桂花旁也有很香的南角味,不錯,挺好吃 接下來這碟好像廚餘一樣,就是星洲蝦球 其實都不太明白,為何反正又酸又辣都叫星洲 最奇怪的是,不知為何會夾饅頭 這個蝦球其實都不錯,配合酸甜醬,挺惹味,聰明 而且蝦都挺彈牙,不錯 接下來這碟是紅燒和牛麵鴿肉 這碟是108元一位,可想而知麵鴿肉應該是挺貴的貨 但吃起來有點像牛腩,包汁也不錯,還有些菜都很配合 接著就到糖水,分別是三磨合桃露和村本燉蒜梨 看樣子都知道,不是萬豪酒店的貨色 只可以說糖水一碗,45元一碗,算數吧 反而這碟蛋撻挺有水準 但當我想要蛋撻的時候,最初的視影說沒有 但他一說完,旁邊有個視影就捧著一碟蛋撻 於是就立刻刮出一巴 這頓飯,兩個人吃,1000元下樓 抵不抵吃,真是見仁見智 但真的很難說他有一星的米芝蓮水準 畢竟這間不是尖沙咀的分店